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政府早前提出盛事经济概念后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 1月26日下午举行记者会 公布今年将会有80项盛事在香港举行 可谓是浪接浪 盛事经济不单可炒热本地市场环境 亦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潜力 不过政府在布局之时 除了要提升量更加要升级质 确保近8项盛事中有热度和话题度较高 吸引力靠大的国际盛会 同时要讨论如何加强盛事与本地经济的联动 让更多不同行业受惠其中 政府还有3点需要留意 1是应对全年活动有全盘规划 活动不应该集乱无章 而是要有章有词有所侦重 2是活动的举办方式要有新意 2不能再是新平装旧走 而是要有所突破 3是跨部门协作要做好事先演习 相信城市经济将涉及财政司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贸法局 以及负责别罪的保安局等多个部门 协调起来并非易事 政府可以仿效此前全政府动员的演练 无疑大型国际盛会的举办情况 以便各部门来清智新职责 此外跨部门城市统筹协调组 不单只要为国际城市提供支援 亦都应该积极扶持本地机构参与活动 尤其是要重点扶持资源相对较小的文化、体育等等领域 借城市经济发展香港的软实力 将香港独有的魅力发扬光大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